来关注司法大数据 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交通肇事罪特点和趋势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 2016年1月到2019年12月 报告显示 女性驾驶人2016年至2019年 平均外人发案率为0.25 男性驾驶人平均外人发案率为2.20 是女性驾驶人的8.8倍 报告显示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新交交通肇事罪案件 2017年较2016年增长3.67% 2018年较2017年下降7.72% 2019年较2018年下降2.77% 值得一提的是 报告数据显示 肇事车辆为货车的案件中超速情节占比13.47% 高于所有交通肇事罪案件的超速情节13.16% 超载情节占比为8.65% 高于所有案件占比3.64% 车况不符合安全驾驶标准 占比4.77% 高于所有案件占比3.01% 疲劳驾驶情节占比1.05% 高于所有案件占比0.62%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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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援 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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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